当时就在景德镇有世界上最大的陶瓷 四个人拉批的 我可不可以做到世界上最小的陶瓷 景德镇那些拉批的师傅都是拉大的 很神奇的 播放量也很高 小视频 然后我就想 那我怎么去 在他们的基础上我更创新 小视频那时候刚刚兴起的时候 我就随便拍了一个这东西 很神奇的 就是短短的一分钟以内 整个从泥巴变成一个小花瓶带颜色的 我都特别很震惊 就是点击量特别高 很多视频有的是上千万的播放量 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景德镇的工匠精神 就是看到一些学拉批的 他可能拜师以后前三年就是给师傅当徒弟 然后甚至他三年毕业之后 他还是做拉批 他只做一样东西 把一样东西做得极致 老年 Mia 老年 老年 满 破碌